高雄骑山台28线路段有一支测速器 因为一年可以拍18000张的超速违规相片 为国库赚进了4000多万元 被称为是最抢钱的测速器 而去年8月呢 王兴男子不满常常被拍照 他愤而用怪手将测速器断头斩首 然而呢 骑山分局最近重新设置 这最抢钱的测速器即将要重出江湖 两网车辆呼啸而过 看起来速度都不慢 路边的测速器还用黑色塑胶袋包着 显然还没启用 原本这支测速器可是国库金鸡母 但去年8月被人开着怪手断头斩首 常被拍照起地 然后心生不满 利用他托板车上的怪手将测试照相机扯下来 然后把整个测试照相机带走 因为这支测速器位在高雄骑山 台28线28.8公里处 前面是长达约1公里的下坡 但速线只有50公里 驾驶人一不留神就会中招 一年可拍一万八千张超速违规相片 为国库带来四千多万元的收入 被民众戏称是最抢钱的测速器 是下坡又转弯 如果开办一点对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觉得它是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有存在 将近一年没测速器 用路人可说是畅行无阻 不过骑山分局最近已经安装完成 只要测试后没问题 就会重新执行任务 最赚钱的测速器 近期内就要重出江湖 但不管会不会被拍照罚钱 本来就应该减速慢行 小心驾驶才能平安回家 记者高雄组合报道 中国文化 首次大的演用 直到下马亚组合